KC 首先 講到國道5號投城交易到 政策上下雜道的改善工程 其實我本來也很幸運 我在進入中心20多年 最早進入中心 其實我有接觸到一部分的國務 然後又參與一部分的設計 那今天剛好又是做一個上下雜道的改善工程 所以其實也是有一些因緣的關係 我們今天檢報最主要封的四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增加了一個公職的現況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工程的簡單的虛速 然後第三個就是湘西娘廠稱工法的介紹 那第四個是施工注意事項 第一個我們就是講到這個公職的現況 目前在投城交流道 這個是一個領事圖 他今天在交流道的北側 這個是往平嶺的地方 然後南側是往宜南的部分 那在這個地方其實公職所在 其實最兩大的一個關鍵 一個就是下午排水 第二個就是鐵路的宜南線 那從旁邊的照片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聯合道的入口 然後在鐵路可能有跨鐵路的一個主線橋 還在跨下午排水的時候 也有一個聯合道橋 其實這個區域最大的兩個 就是鐵路宜南線跟下午排水 還有下面 那在交流道的南側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儀式線的部分 它的這個橋下午的部分 它已經通車了 在國五以東的儀式線 大家可以可能從那個現況照片上看得出來 現在幾乎都是已經完成的 那另外呢 在這個區域有三個不同大小的相函 這是目前的一個現況 那在國五座現在既有的橋樑 就是在主線方面有四座橋樑 大概都是 不是鄉信娘就是愛信娘 在那個時代通常都會是愛信娘 那在聯絡道的部分呢 有六座大小不同的橋樑 那它的區域位置 大概如同下面這張圖所示 就我而言 我覺得像國道興建工程局 大家是不是知道 它就是興建的工程 它比較沒有所謂的 拓關或者是拓建 這種問題存在 那高工局的話 基本上就是穿衣服改衣服 那這個東西其實 第一個是 台灣工程也有助力 第二個 就是說其實它的困難度 相對的 你興建來講 是高很多的 因為你怎麼樣 不影響你既有的交通 然後又能順利的 把這個工作完成 這個是一個相當困難的挑戰 那這個部分呢 是目前 地質專探 之前的地質專探的結果 其實這個 從 我們這個公子的區域 它的專棚的結果 大家可以看出來 第一個它的恩質相當的低 也就是說 它的地盤情況不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設計方面 我們都是採用全套板集裝 那第二個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下水位相當的高 所以這個部分都是在設計部分 需要相當的考量 接下來就我們整個設計的工程 有兩座橋兩座相當 向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西建兩座橋 西建兩座橋 以及西建兩座相當 從這張圖上呢 題面圖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雜道L2的傳閱橋 這個地方就是雜道L1的傳閱橋 另外有兩座相當 一座是雜道R1相函 這座相函是新建 第二個相函呢 就是雜道L1相函 這個相函是油漬用的相函 來做一個延伸 那這兩座橋樑呢 我們都是採用等梁升 所謂simple support 就是當化的這個玉玉混一朵的相形 然後它都是用救濟支撐的這個長處工法 那橋台的基礎 都是用1.5公尺直徑的一個全套板基礎 那在雜道L2 先講到雜道L2的傳閱橋 其實它下面就是聯絡到 這個是它的平面圖 一個立面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它的斷面 它是一個相當小的一個相形 它的近寬只有8米 其實類似我們一般的雜道橋 所以我們一般而言 我們如果為了讓外型稍微漂亮一點的話 我們會採取寫副板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是採用直復板 因為如果寫副板下來的時候 到底板的時候其實已經相當小了 所以我們這種小的這個雜道的話 我們還是採用直復板 然後一方面施工上面 比較好做 這是一般標準的斷面 然後它是40米 它的良盛是2.7米 這個地方呢 其實最主要要考量的就是說 你今天再聯絡到上方 你要來做一個長撐的工法 所以必須要健庫到對橋下的這個施工空間 必須要有出來 讓基礎工能夠順利的同行 另外一個就是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它地形 它等高線相當的密碼 也就是說其實這邊 在修坡上面 都要特別的小心 這是雜道L2的穿越橋 接下來我們講到雜道L1的穿越橋 它是一個單滑70公尺 這個滑氣其實比較少見 算是比較長 所以它量身其實比較深 我們用到3米 它也是採用直復板 因為它的橋面器官 跟前面的雜道L2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滑氣不一樣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在滑氣中央 也就是正彎區的地方 其實我們把頂板稍微加厚一些 然後在這個兩端 靠近橋台的部分 端隔兩部分 我們把它的庫板稍微加厚 這是我們的一個設計的考量 但是因為它下面這個是雜道L2 所以也就是說實際上 可以先把這個橋做好的時候 再來做這個雜道L2 所以這個部分 施工上就是相對的會比較單純一些 比雜道L2兩個 相對比較起來會比較容易一些 就是橋梁設計基本上就是考慮兩個 一個就是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另外一個就是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都是用依據最新的規範來做設計 那我們上部結構呢 我們是採用工作應力法 也就是說 檢核在各種不同的載重之下 它的載重組合 可以讓它的這個 應力值不管是頂板還是第一板 它的應力值是在容許的範圍之內 那下部結構 因為這個兩座橋它都沒有橋樓 所以它只有橋台 下部結構的話 我們是採用強度設計法 這次也是依照我們區裡面的一個設計組織來辦理 接下來講到這個工房的介紹 大家常常問廠 其實這個名稱很多 我們一般講廠廠工房 什麼叫廠廠 就是現廠支撐 我們叫廠廠工房 廠廠工房它可以叫什麼 我們也可以叫就地支撐 那第二個 講到廠柱工房 什麼叫廠柱工房 就是現廠膠柱 那有一個問題 現廠支撐的 是不是一定都是廠柱 不一定也可以移住 不過話說回來 通常 通常大概90% 廠廠的都是廠柱 廠柱的 我們又可以分為 廠柱廠廠工房 或者是廠柱懸廠工房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 廠柱廠廠工房的話 它就是廠廠的 你今天如果是廠廠工房 你不要廠秤的 你就是支撐現金工房 所以廠柱主廠工房 跟支撐現金工房 其實兩個工房是可以互相替代 那另外一個就是 廠柱選壁工房 這也是廠柱的 它為什麼是選壁 因為它是用工作車 所以它就不是廠柱 我只是在這邊 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是廠柱 廠柱成功房 那第一個 因為我剛剛前面提到 裡面就是普遍使用 而且它的施工成效良好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個工房 然後再來 它用活動的支撐架來施工 所以它受地形的影響限制就大 不會變地形 你可以配合這個地形的變動 來調整這個活動支撐架 然後再來 施工上面 相對的跟其他工法比起來 不管我們講結塊推計 或者是支撐先進 或者是懸壁工房 跟那些工法比起來 這個算是相當面 一個簡單的一個工法 它並沒有特別的一個技術需求 然後我們可以搭配 廠車模板的這個調整 它最主要是怎樣 適用在這個橋塊就變跨斷 什麼意思 我們剛剛看到這兩座橋 其實它都是單滑 而且它的橋面寬度都是故意的 但是通常我們在上下雜道 也就是在這個 一端要匯進 匯出的那個地方 其實它會慢慢的有一個加速車道 或者一個減速車道 在那個區域裡面 其實橋面的寬度是漸變的 那以前我們也有設計過 在那個變化段地方 我們是用懸壁工房 可是你想想看 懸壁工房的工作車 基本上它是一個固定 那你碰到這種間寬段的時候 它工作車要去調整 困難度有 那如果是用長撐 很簡單 你今天橋面寬度大 我撐的面積就大 橋面面積小 撐的面積就小 就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才是最值的一提 就是說它適用在一個橋梁 寬度變化的地方 用長撐其實是最單純的 那缺點 第一個它廢死 為什麼廢死 因為你要去架那些支撐架 然後再來 你需要大量支撐材料 這些支撐材料要不要錢 要 這話要說回來 今天你坐工作車 學費工房 你同樣的 你也是需要工作車的錢 你要去工作車調上去 還要再把工作車調下來 其實也是差不多 再來 支撐太高的時候 威脅性大 其實這個就是 這一條就是一個 今天 後面講到公安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其實常常很多問題 都是因為太高 再來 跨越河流的時候支撐困難 你在一般 除非你要利用 比方說 非遜起 然後河道裡面沒有水的時候 做一個支撐 如果今天是在河道裡面 或者是颱風來的時候 遜起的時候 其實這些支撐都會造成 就是要有特殊的考量 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 廠針工房 比較適用 第一個 剛剛前面講的 高速度 然後可以這樣架設這個支撐 又迅速又快 然後 支撐危險性小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補水的河床 你架設支撐這樣 非常的方便 還有一個就是地面平台 當然地面部平台也可以整地 但是地面平台最適合用 而且架設的支撐 也相對的穩固 然後再來 最後一點就是適用於我們門座橋 就是說 它使用其他工法比較不經濟 因為我們知道 像支撐先進工法 或者是結塊就進工法 它其實都有一個經濟法具 600到800公尺 那今天 對我們這個河床來講 一個是40公尺 一個是70公尺 相對的 它的滑徑沒那麼大 而且它是單滑滑徑 所以我們在這個設計案裡面 我們是把它採用一個長程工法來製作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個施工流程 其實最主要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前面是一個大體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比較小體 在對其中的某一部分 第一個當然我們要提施工計畫 廠商一定會提施工計畫 這大家都知道 因為廠商不提施工計畫 它怎麼 如何在有限的工期之內 把工作完成 大家也都知道 現在不管是設計 或者是施工 其實面對的都是 第一個 付費少 然後第二個 工期桿 大概這兩個都跑不掉 其實我覺得付費少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工期桿 其實我這個 對這個其實我講一個我自己 像去年我去美國參加 有一個官員 他到奧克蘭的一個新台灣大橋 那那個橋蓋了10米 還在10米 現在還在收周邊的東西 那你想想看 這種情形在台灣有沒有什麼發生 真的我覺得我們台灣就是第一個設計汰桿 設計汰桿會產生什麼問題 你有很多考量 你沒有辦法面面俱到 就很容易到施工過程中 來變更設計 另外一個施工桿 施工桿就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問題 講說沒有安徒施工 或者是大家要按 正一點畢業就過去了 很容易造成這種問題 所以其實 當然這是有感而發 這是題外話 但是就是說 其實真正這個施工計畫要符合真正現實情況 不是說 你給我30天 我就30天做完 可是30天可能是24小時半 類似這樣子 就這樣就不是很好 然後再來 施工計畫提出來 合可之後 然後我們做基礎的施工 然後再過來是橋墩的施工 接下來做架設支撐 可是這中間就有一個過程 就是你要整地 你地面上如果不平的話 你必須把這個地層好 確定它的承載力 是足夠的 接下來 我們這座橋 基本上是沒有橋除施工 就是橋台施工 然後架設支撐 支撐完以後 我們就處理模板 可能就是外模先除 然後再內模 接下來 當機的配置 再來做一個 穩定圖的教制 因為我們台灣都是採用 後拉法 所以我們是等 穩定圖達到一個 要求的強度之後 大概我們一般就是 0.8個FC版 然後 來施拉儀 我們是用後拉法 最後我們再把這個模板 跟支撐做一個採除 這個是比較細節 我們就是就前面的鋼筋主力 跟模板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你鋼筋跟玉衣套管 都要先排好 按照設計圖 然後接下來我們先膠製底板 然後再仰塗 接下來最後是 複板跟底板 然後再來是 複板的鋼筋 跟玉衣套管 也是一樣 再教制 複板跟底板 然後仰塗 最後是玉衣施工 然後最後一個 因為我們玉衣套管 要換加 然後這個是 拆模 那這是 施工過程中的一些照片 那其實 一般大家可能都已經看到標台 重點就是 像這兩者 左上角 跟這個下方 中間的就是 其實你在做施工過程中 一般在設計上面 我們比較不會考量到 也就是說 他們在做一個高層的測量 不管你在整地 或者是在最後 完成定板的時候 其實你都高層測量 你必須依據設計高層 或者是做一些預孔 這是所謂的施工過程中 然後最後 橋面的混土 膠質完成的時候 稍微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情形 一些國外的施工過程 一些照片 那這個從右上角 跟右下角 這個看起來就跟我們台灣 其實沒什麼兩樣 那左下角這張門 其實就比較特別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木裏支撐槳 因為國外其實 第一個它地震少 第二個有可能 它木頭用的還蠻多 但是它上面還是其他 可是它下面是一個木頭的支撐槳 左上角這個 我倒覺得蠻特別 因為就是說 它是一個系統支撐槳 可是看得起來 其實它做得還蠻漂亮 就是在施工過程中 可以把支撐槳 做得這麼整齊 美觀 我覺得也是一個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那另外 我們剛剛一般講廠撐 廠撐 除了用在一般香氣娘 或者是 板樑 其實還有拱橋的可以廠撐 大家可以從這個照片上來看 這個是拱橋 它有廠撐 它從前留一個通道 可能是施工中的需求 下方這個照片 其實它是一個工橋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吊撞工法 但是它為什麼會 它還是屬於吊撞工法 加上現場支撐的一個結合 因為你看它吊上來之後 它還是放在支撐架上面 然後暫時做一個架固定 所以這個其實 還是屬於吊撞 但是它加上廠撐 那我們今天講支撐架 支撐架其實有三種 一種就是 大家都可以看出所有故事 第一個就是 就是新鋼支撐 然後上面呢 可能是有 船型架 跟航架式的一個拖樑 這個就是航架式的船型拖樑 那這個最主要是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你不需要 全垮來做一個支撐 下面有可能有交通的需求 所以它這種支撐的方式 其實它可以降低 對交通的衝擊 就是我們下面有 道路要經過的時候 或者是說 不需要懸垮支撐 所以它可以節省地標 整地的時間跟範圍 因為它這一塊 其實就不需要整地 第二種就是所謂的 行鋼支撐架 那就是全部都是行鋼 好 第三種呢 就是說我剛剛前面所看到 國外那個很漂亮的照片 那就是系統支撐架 那系統支撐架呢 它可以由系統來支撐 這個塔座的模組式吊樁 它可以快速的移裝以及調降 因為它的安裝方式其實都是一種SOP 就是 怎麼拆怎麼裝 都是一個SOP 所以其實它是蠻 可以快速的來做一個 拆除或支撐狀 下面我會帶的比較快 就是日時空中的注意事項 這本書就是我們行政院老公委員會 其實大家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你今天就這個廠住工法 或是就地支撐工法 它裡面針對這些書 其實都講得蠻詳細 那另外呢就是在武施工規範 第01-525章 這個橋梁工程施工作業安全一般要求 裡面也有針對這一部分 來做一個推定 大家可以一起參考 那工程施工它的管理重點 其實有分為 剛剛前面講 其實就是按照施工的流程 來做 它每一個階段 其實它都有一些 它的安全關係重點 這個大家請參約就好 那另外就是我們講到施工安全 你怎麼樣可以批評這些安全 災害其實最多就是人員最多 或者是倒塌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怎麼樣去 讓這些事情不要發生 所以它會有一些預防的對策 比方說這裡所講的就是說 要避難承載力的教科 然後你所用的支撐體做是否合適 那另外呢 廠商它提送的支撐家的結構計算書 這部分也順便提一下 因為一般廠商提供來的 其實你並不是新品 一般的支撐家可能是一用再用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會在審查的時候呢 會針對它的這個容許值 會去打一個折扣 也就是一個安全系數 因為畢竟它不是用的是新品 那另外就是在灌漿的時候 後面也有一些照片 大家可以參考 這些都要比較注意 還有這裡 講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遇到了地震 或者是颱風還是好大雨的天氣之後 其實這些東西都還要再做一次確實的檢查 來確定它是不是還跟原來這些現象發生之前 還是一樣的穩固 有可能因為受到這些天氣的氣候的影響 還去產生的鬆動還是怎麼樣 這些都是真的要注意的 那先講到再來就是墜落 還有一個就是施垢 在橋面上有物體的飛落 還有一個就是桿電 這些東西它都有一些相對的預防對策 這部分我們就先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前面講到這些 這兩點是另外拿出來講 為什麼 這是給一些現實的案例 大家前面提到說 你今天支撐太高了 容易發生問題 大家要想一下 就是說我今天用一塊積木 一塊積木的往上堆 你堆的越高 其實你越容易出問題 你中間只要有一個環節就死掉了 你就容易發生的事情 那這兩個就是其實 先不講別的案例 第一個就是沒有按出實錯 什麼意思 你今天承包商送的施工中計畫書 來給我們審查的時候 好我審查通過了 其實有簽證 結果到時候去工地 你送一套 結果你做另外一套 這樣是不是很奇怪 這樣是完全不對 那到時候其實我講這個其實 告訴大家 就是說 你今天只要造毒施工 出問題 絕對不是是你的問題 絕對是設計的問題 或者是審核的問題 還是你今天沒有按毒施工 出問題是誰的問題 就是你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很高很高 有稱五十幾公尺 結果你今天五十幾公尺之後 大家原本一般在用的 都是三十幾公尺 那你今天要拿到這個五十公尺的工地來 你要稱 那你一定不夠嘛 不夠高 好就再加 本來是兩種不同的資產 才去組合 結果你今天變四種 那你現在看你這個風險 是不是又加大了 所以就是說 構建接續情形太多了 太複雜了 我們有時候講去塵 你不要跌船架路 就是這樣子 你跌了越多 你就產生多險越大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它支撐高度 我們一般 不要大於三十公尺 那像我們這個案子 剛好它沒有那麼高 所以其實是還適合 除非有特殊原因 你貼著上 不用大於三十公尺的話 你就不採用長生工法 然後我前面講 就是說 採用長生工法的時候 你最好採用單一形式 或者是說你如果 嚴格講起來 不要講單一形式 我們講說你的形式比較多 你弄得太複雜 整個結構系統非常的複雜 這就是盡量 好 這邊大概就是在講 今天宋神的一些圖書 大家可以參與一下 好 現在最紅的其實就是 EIM 大家都知道 就是像我們以前講的 潛能減碳 什麼分開工法 反正隔一陣子 就一定要 撈一些東西出來 目前最大猛炸子機 就是在這個 我們做長生工法 支撐下來計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常常用到這個東西 因為為什麼 你在一般 制式的這種橋樑 其實它並沒有特殊的地方 可是你今天碰到一個比較特殊的結構物 你必須用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現場支撐 去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會用定 來做一個設計跟分析 如果大家講定 第一個 它先建模 建模以後 它跟你的分析軟體 不管我們一般 橋樑用的分析軟體 比方說 剩2000 或者是 State Road 這些程式 它可以有一個互動 它可以轉到 分析程式裡面 去做設計 然後最後最後 再把結果 傳回來 其實 不是說 定 這個東西 像在橋樑上來講 你甚至會講 DRIM 定其實一般針對比較是健康的東西 building information 可是你實際上 我們講DRIM 它就是bridge 就是橋樑方面 甚至用到定 定的話 其實它不只是3D 它甚至可以到4D 也就是說 它可以把施工的這個騎乘 一樣可以納到城市裡面 甚至到4D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施工廠建的確實 這個是現場的照片 比較清楚 這個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個不同的支撐系統 本身 它就是跨在哪裡 它就是跨在哪裡 它根本就沒有做一個結合的工作 所以這又是 施工廠最常 施工建管的事情 然後再來 像這個地方 你說支撐放在行鋼上面 結果你就這樣擺著 你也沒有做一個支撐 像這個 基本上 你如果改建 不是垂直一條線 你今天 如果一上面一受壓 它基本上它就是會錯距 錯距就很容易從這個地方 就它 就出門就翻掉 另外這個 剛剛前面也有看到 就是說我施工匠 我一定要有工程車輛要進出 它說你呢 我做了一個開口 那開口的時候呢 可是你想想看 你這些施工車輛都是大車 那你並沒有用一些臨時的污染 或者是去保護它 那不然這些大車 稍微去撇倒一下 看這裡 怎麼會下來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可是就是很容易在現場 就是會輸入 像這個 在橋面 旁邊沒有設置安全的污染 然後這個也是 相信兩 開口 這邊只是隨便用那個 黃繩子 那個警戒繩圖圍一下 那今天局裡面 常常有時候就是拓寬 你要說你在既有的 車輛通行的這個橋面 旁邊有加寬 那你在加寬的時候 你在交織混凝土的時候 其實都會影響到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會要求 比如說你今天在 既有的橋面的話 然後我們會鋒利這個靠近 拓寬部分的車道 這樣來做實作 因為第一個 我在打的時候 我的混凝土還沒誤解 結果車輛一直過去一直過去 是會影響這個城的混凝土的品質 這都是常常見到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支撐架 它的最像底部的這個整地 一定要確實 確定它的承載力足夠 然後一定要毀樣它的實力 好 我先報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